開始呢 我就逐一介紹那些所有收穫裏面我買了的東西給大家聽聽和看一看 那我就呢 我這次去那個動漫節呢 其實呢 我就為了因應買的收穫呢 而我帶了的錢呢 其實就總共有帶了一千二百一十三元 那我就 結果呢 其中呢 我第一天就買了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 Sorry 不好意思啊 那其實呢 我就 帶了那麼多的錢呢 就其實呢 總共呢 都分了其中 剛剛講過呢 那兩天去讀那個動漫節呢 其實都自然而呢 分別都一個是多一點 一個少一點的 那多呢 就自然是那個第一天 就是7月28號那一天呢 就是買的多一點 使用的錢是比較多一點的 那那一天呢 我使用的錢中會有成 475元 而至於另外第二天呢 那個相比起來呢 那個相比起來呢 就 買的比較少 那所以 使用的錢都是比較 都沒有那麼多的 應該是少一點錢的 那就是呢 總共我就 買的東西呢 就是 因為其實只得 都好像兩樣東西那樣 那就是 不過 自然而 除了少之餘 錢都應該是 都一樣 都沒有那麼多 一定不會有那麼多 也都可能那些沒那麼貴 那我只是用了成 52元 那如果是這兩天呢 買了所有的東西 合共合起來 就是 你們面前見到的這些所有的收穫的東西呢 我用了 總共用了多少錢去買的東西呢 其實就大概有成 527元那樣多的 這個就是已經是 就是我去了 動漫節這兩天裡面 我買的所有東西的收穫的 就是 使費花了的錢的 就是它的合共的數量來的 另外 由於呢 就 如果是有看 就是 我之前過去這幾年那個動漫節呢 就是 都是介紹我那裡得到的收穫的那些片 那些介紹片的那些呢 其實我過去一直以來買的那些收穫 就是所有買得到的東西呢 很多都是跟那個KON興金少女有關的 她那些的動漫產品呢 由於因為呢 今年的動漫節呢 是沒有了那個 即是 某一個參展商呢 參展商呢 因為我記得呢 是只有一個參展商才可以買到 那個KON興金少女的那些動漫產品的 我過去買到她 都是因為參展商所以買得到的 那因為今年沒有了她 買不到那些東西呢 結果我就也都有 就由一些其他都是我一樣是最喜歡的動漫呢 即是 算是可能有點像替代了呢 即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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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而 以這些其他中的動漫呢 為… 就是 呃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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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和這些有關的東西 就為了我的所有收穫的主要主題 現在跟大家說 首先 這個就是我在其中一個參展商 叫做寧邦的簡稱 至於簡稱寧邦 就是傳聞叫做寧邦動畫國際有限公司 就是它所屬的參展商買回來的東西 首先說說 這個就是它那裏 就是那個 動漫歌物杯小賣的一個 書籤套或書籤夾的一張書籤卡 它是雙面的樣子設計 即是它正面和背面都印有不同的樣子 那它印有的樣子 其實就是它那套動漫裏面的那幾個主角 那如果有看這套 這個歌物杯小賣的動漫 這套動漫迷 我想你們一定都會知道的了 而另一個呢 這套動漫裏面也是同一個參展商 剛剛我說的那個參展商也是同一個買回來的 那就是這個寧邦來的 那也是歌物杯小賣的 那這個寧邦呢 其實它只是印了某一個角色 或者主角的樣子 不過這個其實就是等於 剛剛我剛剛說的這個書籤卡 它裏面那個主角的其中一個樣子 在這裏而已 在這裏而已 而另外這一個呢 就是其實是它那個 就是歌物杯小賣的一個杯箭 那這個就 相比剛才這幾樣東西呢 都比較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只是因為那個杯箭 可能是 只是得印了個樣子在這裏 那就是為了它這個設計的特色而已 那這個就 就跟剛剛剛剛說過的那個 那個書籤套卡 和那個 這個寧章呢 三個都是同一個參展商的 那個攤位裡買回來的東西 合起來就總共有成65元 是三個合共呢 就是它用了的那個 那個洗費價錢來的 那再之後呢 第二個 另一個收獲的其中一個東西呢 就是我在那裏買了一個 就是那個魔法少女內頁系列的 其中一個 那個叫做魔法少女內頁 The Movie 2 & The Ace 就是它是那個 就是電影版的那個魔法少女內頁的 其中一個主角 就是聯同原著裡面呢 就是那個角色呢 就是叫做高丁內頁 簡稱又叫做羅協 那我呢 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Figure來的 就是這個 這個 手辦人形呢 就是 又或者是手辦模型的什麼 那這個就是 它是那個 就是這個 這個動畫電影版裡面的 那個主角呢 就是剛剛說的羅協 那就是羅協 那就是羅協 那個 就是這個動畫裡面的 那個主角呢 就是羅協的 他那個 他的手辦模型呢 我到時可能會 獨立拍一部片呢 就是專講 他這一盒 這一盒 這一款的模型 給大家 給大家看的 而另外呢 現在你們看到的 這兩個呢 其實是一個鎖匙扣來的 那那些鎖匙扣呢 就 就呢 其實是 在那個 剛剛沒有說過 可能有不少 或一部分的東西 都是在那個 銅銀鍵買回來的 那這兩個呢 就是在那個 銅銀鍵裡面 其中某一個攤位裡 賣回來的 這兩個鎖匙扣呢 都是 好像剛剛說的那個呢 就是那個 魔法少女內頁呢 就是 其中某一個部分的作品呢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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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我之前呢 試過拍過一段影片的廣告呢 就是那個 就是 就是最近呢 剛剛好去年 二零一七日上映了 那個 他的動畫電影呢 就是叫做 那個 魔法少女內頁 就是 Reflection 這一套 這套 動畫電影裡的 其中 也是 一樣 當中 就是剛剛說過 那個 手帕模型 他裡面 就是那套 主角的 又是 那個 高丁樂頁 簡稱是樂頁 而這個 又是另一個女主角 就是 叫做 就是 菲特太斯塔羅沙 簡稱 就是菲特 這個 也是一樣 剛剛的提起 就是 之前一次 不是說過 我就是 都剛好看過這套戲 看完之後 得到一個紀念品 裡面 都提起過他的 那 就 有看過這套片 還有 如果是 有看過 就是 他那個 魔法少女內頁 所有 有 就是 那些 那些 動畫 那些動畫 那個動漫迷 應該一定都 都會知道 他是誰 另外 現在又要再說 另一件事 就是 我在那裏 買了一些 就是 它的那些 類似 調色 好像應該都是鎖匙球 不過這個鎖匙球 就有點特別 就是 叫做 所謂的納牌吊式 納牌吊式的鎖匙扣 它分成了幾個卡的東西 它是齊在一起 就變成了好像一張樹起了牌的樣子 就是為之它設計特色 我買了三款 自然而言 首先先說這一個 這是光脈妹小賣的納牌鑰匙扣吊式 這裡 它背後 就是它把所有牌組合 組合後的完整 另外 另外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 鎖匙扣牌吊式 就是 這個就是 程式馬老師 裡面的主角 和全沙霧 選車叫沙霧 就是 就是它的鎖匙扣 納牌吊式 都是一樣 它的背面就有一個 就是它的 那個 把牌組合在一起的 一個還原圖 就是你砌完之後 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的 之後 還有第三個 鎖匙扣 納牌吊式 就是這個 它 就不涉及到 是我喜歡的動漫的東西 不過我覺得 因為都挺漂亮 挺有趣 我就買了它 這個 其實是那個 初音未來的一個 鎖匙扣 納牌吊式 那 初音未來 相信 無論是 什麼動漫迷也好 定義 說是任何人 其實 應該只要有聽聽過一下 那個名字 就應該一定會知道的 是 很多人都知道的 不過 這個 初音未來 呢 它的樣子是 不同 那 就是 它的名字 又叫做 雪初音 那這個 就是 雪初音 它本人 它那個 英文名 那這個 都是一樣 它背後 就是 一個 還原圖 就是 你把那些牌 拼在一起 之後的 完整狀態 那 這三個 鎖匙扣牌 鎖匙扣 加上這兩個 普通鎖匙扣 那這幾個 其實就是 在那個 同銀制的 館場買回來的 那 其中 這兩個 鎖匙扣 呢 因為是兩個 一起買的 那 就用了70元 而至於 而至於 剛剛說過 這三個 那個鎖匙扣 的 立牌 吊式 總共用了 160元 買的 那本身它 正常說是 120元 三個 但是後來它 不知為何說 加了價錢 就變成了160元 所以 我就最終只能夠用160元 才能夠買到 這三個的 那個 鎖匙扣 的 那 就 現在我暫時說了 這幾樣東西 這些就是 在 7月28號 我第一天去動漫節時候 買的所有東西的收穫 那 現在就開始說 輪到 第二天的 一個 7月30號 那天我去動漫節 就是買的收穫了 那這個很明顯相對 就 比起那些 就少很多 買的東西 因為其實都自然 都 要買的 一些我喜歡 想要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 都買到已經都 夠了 那自然沒有必要 再會可能 買太多的東西 就算是要買到一些 我喜歡 想要的東西 就比較少了 那所以就 相信應該買的 一定就不會很多的了 那 而這個呢 你現在看到 這個呢 是一個 A4子花佬 來的 那就是又 叫那些 就是膠花佬 那它呢 就首先 一個 那 那它首先 呢 其實這個 花佬呢 是那個 是 在香港各村 一個攤位裡 買回來的 一個 就是剛剛看過 那個 動漫程式漫畫老師 裡面 的 一個 花佬來的 那它是 這個 那個程式漫畫老師 動漫裡面 其中兩個 主角 那這個 就很明顯 一定是 那個 那個叫沙母 主角剛剛講過的 另外 這個呢 就是 其實呢 在動漫裡面 如果有看過這套東西的 動漫迷應該都會知道了 那是 它的哥哥來的 那 叫做 和全正宗 那 簡稱呢 又叫正宗的 那 它的設計 是雙面的 那 剛剛 都剛剛揭過 你們就看過 那這裡是一個面 就是 一個樣子 只要 一反第二個面 那 它又是第二個 不同的樣子 來的 都是一樣 裡面 都是等同 好像剛剛 第一個面的樣子 裡面 就是它們兩個的 兩個的樣子 兩個的樣子 不過是 那個樣子 就是頭像在這裡 那 而至於 這個 都是一樣 都是在那個 香港各村 這個 參展商攤位 買回來的 一個 A4 紫膠花佬 來的 那 都是那個 這個 程式漫畫老師 這套動漫裡面的主角 沙母 不過這個 很明顯 它的 它的花佬 那個樣子 完全是 它整個人的 全身 全身狀態 全身樣子 來的 就是整個人的身體 那個樣子 是在那裡的 不過 就自然 其實 我覺得 當看起來 就等於 好像有一張 海報 或者可能 真的有個全身照 其實看到的感覺 那 除了這個樣子之外 它的背後 其實 應該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 刺的 空的 它沒有任何 特別設計的樣子 在那裡的 它的樣子 主要 就是 單面 就只有這個樣子 很明顯 就是它 就是 這套 東西裡面的 那個主角 它 它自己本人 整個樣子在那裡 那 這個 我現在說的 這兩個A4字花露 在香港各村 這個攤位 買回來的 就是 在那裡買回來 當日的收穫 來的了 那 我買 這兩個A4字花露 合起來 我買 就用了 52塊的 那 就很明顯 這個52塊 就 跟剛剛 就有提起 提起過 第一天 就是好像 買了這堆的東西 那個 那個 475塊 一定是少很多錢的 那 如果 如果 分別 如果是 全部 總共來講 就是 這幾個 第一天買的收穫 跟第二天買的 那些收穫 合起來 所有全部 我去動物節買回來的 收穫 就是 它花了錢的總數 其實 是總共 有127塊的 就是 換言之 就等於 我身上 一千 二百 一十三塊 裡面就花了 五百 二十七塊 那麼多 如果 如果 我今天的介紹 應該都 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 有興趣 想看 我關於 這個動蠻節的介紹 那 我可能 就 可能 歡迎大家 可以去看 這 一條 片 不過另外 我又說多一點 一些 的東西 那 由於 因為 今次的動蠻節 沒有了一個參展商 那 我就不能夠買到 那個 就是 跟K-On 輕音少女有關的 那些 那些 動蠻產品 和精品 其實 我自自然 就 這件事 可能 結果 因為 不能買到 那個 最主要 一定是 買開最喜歡的東西 就自然 就 買了 這些 都是其他 我喜歡的動蠻的東西 好像頂替了 那 其實 究竟 那時候 可能有些 什麼感受 那些 模特兒 又會拍照片呢 會跟大家講講的 那 那個動蠻節 收穫的介紹 到這裡為止 再見 拜拜